长江流经九江市湖口县与鄱阳湖交汇之后 水势浩渺江面壮阔 而湖口县的江湖交汇之地 正是长江中下游的分界点 也是长江江屯重要的密室场所 在那里还有一支以当地渔民为主组成的 保护江屯协助巡护队 您好 周队长 您好 欢迎欢迎 您就是在这个鄱阳湖边办公 办公室就在这了 对对对 我们记得鄱阳湖跟长江边上 对对对 我们巡护船就在这里 巡护船有几艘 我们有三艘巡护船 101 102 103 湖口县是中国农业农村部组织的 长江江屯拯救行动计划 协助巡护的示范点 湖口协助巡护队成立于2017年的6月 成立的目的就是协助余政等相关部门 更好地保护长江江屯 这就是在鄱阳湖上拍摄到的江屯吗 对对对对 这就是鄱阳湖湖边的江屯 这是 这是死亡的江屯 这只死亡的江屯也是在鄱阳湖的水域内发现的吗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目的说一个客来的流行电话 有一旦有老百姓 渔民发现江屯可以立即打电话给我们 但碰到那个受伤的 特别受伤的 受伤的 那我们要实行及时的抢救 其实看到这些照片还是让人挺清酸的 是是 心情很沉重的 据周队长介绍 环境污染 船型噪音 以及非法捕捞等 都是造成长江江屯减少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保护长江江屯 他们的协助巡护队 经常需要在长江河段 以及颇阳湖内巡逻 预防和阻止各种可能危害长江江屯生存的事情发生 跟随巡护队行船没多久 我们刚到颇阳湖 与长江交汇的水域 就发现了长江江屯的身影 在这边 有一群 水面有涌动的地方 就是江屯活动的地方 对 对 它也是可能拍到的 它出水只有0.6秒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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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师傅 我刚才看到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到颇阳湖看江屯 但我感觉您比我激动多了 我比你激动多了 为什么呀 看的人是后点 是不是作为巡护人员 只要是看到江屯的身影 越来越多 心情就特别的欣慰 心情高兴了 我们心情高兴了 职业如此 这边人有 颇阳湖与长江交汇处 是长江江屯的捕食区 巡护人们每次经过这里 几乎都能看到长江江屯 最喜欢的就是我们颇阳湖的鲤鱼 小鲤鱼 二三两小鲤鱼 还有小鸡鱼 毛花鱼 餐条鱼 等等 对食物还是非常挑剔的 对 据州队长介绍 长江江屯在长江流域 属于食物店的顶端 几乎没有天敌 正是人类的许多行为 才造成了长江江屯的数量减少 他们平时巡护范围 除了长江外还有颇阳湖 从长江主干道返回 途经江湖交汇处 在一段相对狭窄的河岛行船 大约十分钟后 我们来到颇阳湖宽阔的湖以内 据了解 巡护队负责的水域面积 有二十万亩 每天巡护路线长达六十公里 每周大概最少要巡护 不能少于五行次 每周星期三和星期四 作为休息和机动时间 那为什么周末反而不休息呢 为了配合打货和余政管理 这个的一时共差 是周末余政与管理部门 他们都休息了 国庆节他们都休息了 过年了他们都休息了 我们还是要照样在湖里头 这打货这个时共差 这更好的管理 防止这个管理上的漏洞 目前巡护队共有11名队员 除周军齐等三名队员 属于当地余政部门的退休职公团 剩下8名队员都曾经是渔民 各沿湖 沿江的那个渔民村里的 既存组组推荐我们的考核 具有一定的威望 当地有一定的威望 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身体条件都比较好 责任性得强吧 责任性比较好 另外在一个从生活考虑 有时巡护几十公里 找不到饭吃饭的地方 我们就近到哪里 渔民住院家里就吃 据周队长介绍 即2019年上万年 他们巡护的总里程 就接近2万公里 巡护队成立两年多来 积极参与配合余政公安部门 打击非法捕捞 很好地保护了长江江屯 我们柏阳湖有457桶 那么洞庭湖有110桶 整个长江干流有400多桶 加起来1000多桶 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多 大熊猫现在有4-5000桶 而且保护力也很大也很好 不像水 江屯您看都很难看 保护力难度就更大 所以听您这么说 我就不难理解了 为什么您和您的队员们 在看到江屯的时候 那种兴奋的心情 那是很激动的 你看夏天 这个夏天时光 今天不是最热的 这是你的桌子 烫手的 下面温度高的时候 下面铁板烤 上面太阳晒 下蒸上烤 那很热的 那么冬天的话 像我们这个船 那个风啊 那个鸭绒熬 半个小时以后 什么鸭绒熬都没有用了 那个风吹像刀子一样 在脸上划一样 看到江屯以后 也是对我们部队一旦一旦 一旦回报吧 我们也感觉很欣慰 去年8月 我们是顶着炎炎烈日的智考 跟着巡护队的队员们 在长江和鄱阳湖上 整整巡逻了一天 当时的情景到现在 我还历历在目 我们了解到近一年的时间 尤其是疫情期间 巡护工作从未间断 我们现在就一同连线一下 巡护队的队长周军奇 了解相关情况 周队长您好 请问您现在的位置是哪呢 我现在在这个 鄱阳湖的湖口水域 鄱阳湖的湖口 十三角下 这个季节是江屯 这个活动比较频繁的季节 一个这个五六一份 这个交配季节 繁殖季节 都是在这个季节 那这段时间 你们巡护队的工作 是不是更加的忙碌了 航次有一周五到六天 基本上要保证五到 最低要保证五天 一般情况是六天 早上比较起得比较早 早上到五六点钟就要出去了 这一年来 巡护队的工作顺利吗 还好还好 一天进程顺利 这个我们这个协助巡护工作 从今年开始 进入这个协助巡护 制度的试点工作 以前这个我们协助巡护 是这个基金会 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赞助的 现在开始示范试点 从今年开始进入这个协助巡护 制度的试点 就是说这个协助巡护 由政府主导 财政支持 基金会赞助 社会化参与 这个渔民参与 这个保护江屯 形成一种制度了 有没有什么收获 跟我们分享的 近年来 这个江屯保护工作的力度 越来越大 特别是今年 上半年 我们看到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江屯的出水 就次数就多了多了 以前这个 一天能看到三五头 很了不起了 像上次这个我们一下 一次就看到了二十多头 最多的时候 看了一天看到四十多头 这说明这个江屯 现在这个出水频率多了 江屯在逐步增长 特别是今年近雨期以后啊 这些渔船也没有了 渔网也没有了 江屯活跃增加了 这个江屯的出水也多了 江屯在有所增长 我们知道长江主干道 和鄱阳湖等保护区的水域内 已经实行了 为期十年的全面进步 那么渔民的上岸情况怎么样呢 据我了解 这个从2020年开始 我们这里开始 已经启动了长江和鄱阳湖 全面的禁雨 十年禁雨 这个从禁雨情况来看 目前情况来看 总体情况良好 这个我们在巡沟沟中也发现 正常的捕捞情况 基本上杜绝了 没有这个渔民都上岸了 船都上岸了 只有偶尔发现了 那个小打小闹的 不是用渔船 在河里放点虾笼 放点私房的 偶尔情况也偶尔又发生 从总体情况来看 整个的湖区和长江 经营秩序良好 对于上岸渔民的补助情况 又是怎么样的 补助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这根据当地的国家的政策吧 一是给渔民买社保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渔船和渔具都折价 给予补助给钱 给钱补助 目前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已经签了合同 已经是渔船上岸了 基本的情况都很到位 蛮好的 好的 谢谢您周队 谢谢 祝您工作了顺利 谢谢您的连线 再见 好 铺杨湖口欢迎你 长江江屯欢迎你 长江主要水域进步十年 这显示了中国 修复长江生态的决心 十年时间 对于已经拥有着 一亿多年历史的长江来说 只是弹指瞬间 而正是这样的休养生息 对于长江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相信 随着人们保护江屯的意识 逐渐增强 十年之后 巡护队的工作会轻松很多 江屯的数量会大大增加 而原本属于长江流域的 各种鱼类资源 也会逐步恢复 到时候如果再拍摄江屯的话 就不用那么费劲地去寻找了 也许走在长江之边 不经意间就会在长江之中 看到江屯那可爱的 天使般的微笑